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树荫下舒服地睡去 饱餐一顿的蚂蚁也心满意足地向小镇入口走去 太阳无声地滑向西方 苏铁植物的影子在悄然拉长 没有人知道 在这宁静的一刻 地球的历史已被扭到另一个方向 时光飞逝五万年过去了 恐龙和蚂蚁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直延续下去 它们一同创造了白恶纪文明 进入信息时代 恐龙在各大陆上建起巨大的城市 巍峨的高楼立于云海之上 顶层的上班族时常需要打电话 问底层的门位下面是否在下雨 以决定回家时要不要带伞 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着大量卫星和飞船 这些飞行器庞大到在地面上都能看清其形状 与此同时 蚂蚁世界也进入了先进的信息时代 与恐龙的粗犷相反 它们要精巧细致得多 首先在能源选择上 蚂蚁不使用石油和煤炭 而是采集锋利与太阳能 它们的计算机也与恐龙有很大差别 其上没有任何集成电路 完全靠化学气味传递信息 不仅如此 它们还形成了酷似人类的社会结构 这都要归功于胚胎技术的发展 使得以后在繁衍后代中的作用已微不足道 其社会地位自然大幅下降 蚂蚁的细致也被恐龙深深依赖着 在恐龙世界的所有工厂中 都有大量蚂蚁从事微小零件及精密仪器的制造 操作维护等工作 它们在医学领域的地位更是无法取代 至今为止 恐龙的所有手术仍有蚂蚁医生来实施 几万年的文明发展 使得龙蚁两个物种已经渗透到双方社会的各个领域 这种共生关系的深入发展 也让笼罩着白恶纪文明的两朵乌云渐渐清晰起来 其一便是环境污染 随着时间的流逝 恐龙数量增多 社会急剧膨胀 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也成倍增长 其二是核威慑 钢瓦纳大陆上的蚂蚁帝国统一了所有蚂蚁 建立起联邦政府 但与蚂蚁世界相反 原本统一的恐龙帝国却分裂为两大势力 钢瓦纳帝国与罗拉西亚共和国 为扩张领土双方间交锋不断 直到最近200年核时代的到来才停止了征战 两国都存储了大量的热核武器 战争一旦爆发 地球将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放射性 龙鱼正是对共同毁灭的依据 使白恶纪地球维持了这针尖上的可怕和平 随着环境污染与核战争 两大威胁变得日益严重 蚂蚁与恐龙的世界出现了裂痕 在刚刚闭幕的本年度龙蚁峰会上 蚂蚁要求恐龙采取措施 销毁所有核武器 保护环境和限制人口增长 在要求被拒绝后 白恶纪世界中的所有蚂蚁全体罢工 全国三分之二的工厂已经停工 医疗界更只遭到重创 恐龙居民生病无处寻医 社会动荡不安 刚瓦那帝国首都高颂入云的皇宫中 眼睛发炎的国王达达斯 正与一众大臣商量对策 其实早在800年前 先帝就意识到恐龙对蚂蚁的过度依赖 将会导致整个国家受制于人 于是投入大量成本 研究新型技术与设备 以摆脱这种依赖 但军与失败告终 恐龙的所有努力都证明了一个事实 龙蚁联盟是大自然的进化中的一项选择 是文明出现的基石 意识到这点的国王与一众大臣们 不再纠结于从龙蚁联盟中独立出来 他们想到一个自以为最有效的办法 武力镇压 刚瓦那帝国与罗拉西亚共和国 联手摧毁掉三座蚂蚁城市后 联邦果然结束了罢工 恐龙社会得意地为霸王守得特彩 说不知他们的独马 已经将白恶纪文明 挥向无法挽回的绝境 在蚂蚁联邦议会上 高层领导已经得出结论 要么蚂蚁消灭恐龙 要么整个地球文明一起毁灭 随后名叫弱烈的乙族元帅走上讲坛 向大家展示了最新武器 变色雷利 只见元帅将那两条白色薄片 缠在了一条岛线上 他们随即如变色龙般更改颜色 与所缠岛线融为一体 两分钟后雷利爆炸 就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毁掉了这根岛线 紧接着元帅公布了作战计划 蚂蚁将兵分两路展开袭击 一路部队潜入恐龙世界 在其机器内部导线上 安装两亿片变色雷利 视为断屑行动 另一路部队则潜入 五百万只精英恐龙的头颅 在他们的大脑主血管上 安装雷利 一旦这些精英被消灭 整个恐龙世界就会像失去了大脑 所以这次突袭被称为断脑行动 所有雷利的引爆时间 将设定在一个月后的五亿届时 安放在恐龙世界机器中的两亿颗雷利 和布设在他们大脑中的五百万颗雷利 将在同一时刻爆炸 这会使恐龙世界得不到任何救援 他们只会向大洋中部 一艘被抽底的大船 飞快地沉下去 那时 蚂蚁们就是真正的地球统治者 与会蚂蚁纷纷欢呼起来 仿佛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 这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你们都疯了吗 说话的正是首席科学家 乔耶博士 随即 博士警告道 在龙蚁的共生关系中 蚂蚁从恐龙处获得了什么 除了基本的生活物资外 还有一些无形的东西 那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 这二者催生出思想和科技知识 对于蚂蚁文明来说 后者显然更为重要 同时还要注意一点 在思想上更胜一筹的恐龙 或许存在着某些 蚂蚁完全不知晓的巨大秘密 一旦毁灭恐龙世界 恐怕会产生我们难以预测的后果 然而 乔耶博士的告诫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蚂蚁自诩已经掌握恐龙社会的方方面面 至于好奇心和想象力 更是不知一提 在蚂蚁们眼中 那只会把恐龙变成一种神经兮兮的动物 整天在胡思乱想的白日梦中 浪费时光 最终 乔耶争取到的 这是信息监控权 最高执政官卡切卡特许 在恐龙大脑中布设雷利时 也向他的耳窝中安装借听器 以其能发现恐龙世界的秘密 雷利布设完毕 乔耶博士开始监听 竟真的让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在刚刚结束的 刚瓦那帝国与罗拉西亚共和国首脑会议上 出现一组神秘名词 海神与明月 据两国首脑所言 这是一种比核战争更严重的威胁 三年前的12月4号 刚瓦那帝国和罗拉西亚共和国 先后在太空中捕获了两样神秘的东西 海神与明月 乔耶清楚地记得 那一天也是新太阳出现的日子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 南半球正空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太阳 世界在瞬间变成白昼 大约20秒钟过后 那亮光熄灭了 但其辐射产生的热量 使严冬之夜变得像夏天般闷热 这件事当时令蚂蚁们非常震惊 他们去问恐龙 但恐龙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缺乏好奇心的蚂蚁们 很快便把这件事忘了 从记忆中回神 乔耶联盟来到联邦统帅部会报 窃听结果 最高执政官卡切卡 准许他尽力搞清恐龙的秘密 但这并不影响发动战争 以卡切卡为首的将领们都自信地认为 断线行动会使恐龙世界瘫痪 包括核武器以及神秘的海神与明月 没再说什么 乔耶转身走了 港瓦那帝国宫殿外 一只小蚂蚁正努力朝大门爬去 那正是乔耶博士 只凭监听 他无法在短时间内 搞清海神与明月的真正含义 而蚂蚁与恐龙两个世界 在计算机结构上的不同 使他不能从软件上入侵恐龙系统 于是为了抢在战争开始前得到答案 只剩下一条路可选 直接与恐龙对话 来到皇宫内的乔耶 以从蚂蚁联邦叛逃为理由 成功见到了国王达达斯 向其询问海神与明月的真面目 并表示作为交换 会透露一个 昏述到恐龙世界生死存亡的超级秘密 国王一听也不敢怠慢 命帝国科学大臣为他解密 得知了真相的乔耶 震惊的头晕目眩 事情的严重程度 国王与乙族的最高执政官通话 乔耶紧张的神情 让达达斯意识到事态的紧急程度 他匆忙拨通电话 是卡切卡执政官吗 我是达达斯 现在 几声细微的咔哒声传入乔耶耳中 还知道这是从恐龙头颅中传出的雷厉爆炸声 眼前的所有恐龙轰然倒下 最终炸已经打响 原来当乔耶进入刚瓦那宫殿时 正巧被两个安装雷厉的蚂蚁夫人撞见 联邦就此知道乔耶的叛逃行为 被彻底瘫痪城市陷入一片渥海之中 乔耶不是步履蹒跚地走过这座死寂之城 蚂蚁终于摧毁了与之共生数万年的恐龙世界 它们会如愿成为地球的新霸主吗 显然 有些蚂蚁是如此坚信的 我们成功了 看着大屏幕上红光闪烁的世界地图 弱烈元帅环能读到 两个恐龙大国已陷入没有大脑的休克状态 所有城市都已断电断水 火灾争四处蔓延全部核武器 包括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 都在雷厉的破坏下成为一堆废铁 并无任何意外的核事故与核污染 好极了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我们只需等待恐龙世界自行灭亡就可以了 最高执政官卡切卡兴高采烈地说 正在这时 有蚂蚁报告 乔耶博士回来了 急着要见执政官和元帅 当疲惫不堪的首席科学家走进指挥中心时 卡切卡愤怒地斥责道 博士 你在最关键的时刻 背叛了蚂蚁联邦的伟大事业 你将受到严厉的审判 乔耶却冷冷地回答 当你们听完我已得知的一切 就明白到底谁该受到审判了 随即他讲述了恐龙世界的终极威慑 这一切都要从三年前的新太阳讲起 那次闪光是一个沿彗星轨道 进入太阳级的小天体发出的 其中包含的元素 竟是反物质 即正常物质的反状态 一旦与我们世界的正物质接触 双方的质量就会全部转化为能量 经过小星期待时 天体与一块陨石相撞 湮灭爆发出巨大能量 许多反物质碎片飞散到太空之中 罗拉西亚与刚瓦那都发射了探测器 恐龙天文学家爬蟹 构成天体的大部分物质 是反物质铁 可以受到磁场的作用 这就为存储提供了可能 刚瓦那帝国首先走出了通向地狱的第一步 他们设计并制造了磁约束容器 导致产生的约束磁场可以将碎片控制在球体正中 利用磁约束容器 刚瓦那帝国成功在太空中取得45吨反物质碎片 这意味着如果碎片湮灭 将由90吨正反物质转化为纯能 这巨大的能量可以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的罗拉西亚共和国 只能眼睁睁看着运在反物质的他国飞船降落在海面上 随后碎片被转载到一艘名为海神的货轮上 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禁止使向罗拉西亚大陆 最后停泊在其最大的港口上 至此罗拉西亚共和国只能对刚瓦那帝国停止任职 但这一边倒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 近一个月后 罗拉西亚就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将另一块反物质碎片 装载到一艘叫明月号的货轮上 运载到刚瓦那大陆的最大港口 为防止对方新发制人 两大国采取了一种新的待命方式 复计时 即球形容器每时每刻都处于引爆倒计时状态 每次66小时 只有在收到本土遥控站的解除信号后 他才会中断本次倒计时 重新复位 这种待命方式 使先发制人的打击等同于自杀 使得敌人的存在 成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使地球面临的危险 上升了一个等级 为了避免世界性的恐慌 海神与明月行动 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 同时使用了不惜成本的高可靠性设备 与可替换的模块结构 所以完全不需要蚂蚁的维护 蚂蚁联邦也就对此一无所知 听罢乔耶的陈述 统帅部陷入一片死寂之中 卡奇卡率先打破沉默 他的气味语言有些颤抖 也就是说 海神与明月正在等待着 解除指令的信号 也许是永远不会发出的信号了 两个遥控站已经被雷厉破坏了 解除信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长密码 每次都在变化 其算法只存储在遥控站的计算机中 因此无法建立新的发射台 乔耶打倒 卡奇卡迅速思考了一下说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修复这两个遥控站了 明确任务 卡奇卡执政官与求耶博士亲自带队 来到钢瓦那帝国 位于远郊荒漠之中的遥控站 一只数百只蚂蚁组成的维修队 向着控制台进发 可还没走多远 便被恐龙拍死在台面上 这帮守卫者并不清楚遥控站的实际用途 但却知道蚂蚁刚刚摧毁了他们的家园 被仇恨支配的巨兽 立马恢复了残杀本性 尽管蚂蚁努力与恐龙沟通 甚至用身体在异面上摆出文字 但都无法阻拦恐龙的怒火 多次尝试无果后 卡奇卡发布了一道命令 集结全部有成力量 强攻遥控站 之间 荒原上突然出现了一道道黑色长线 那是从四面八方赶来参战的蚂蚁大军 望着不断涌来的黑色浪潮 恐龙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他们以遥控站为原心 挖了两道壕沟 外圈被注满水 内圈则盛满了汽油 进攻 随着执政官一声令下 乙群前锋直接跃入第一道壕沟 很快 水面上产生一层厚厚的黑色浮膜 并迅速扩展至整片区域 乙群踏着浮膜 如黑色的洪水般涌了过来 恐龙们只得撤到第二道壕沟之内 并点燃了其中的汽油 乙群熊熊烈火 瞬间将控制站包围 乙群在到达火沟后 在外围堆叠起来 形成了一道尾巴 接着整体向前移动 在烈火的烘烤中 尾巴的表面冒出青烟 被烧焦的蚂蚁不停地滚落下去 随即拥有新蚂蚁前赴后继地补齐 致使整个尾巴 坚定地站立在火沟之上 这时 一匹蚂蚁从尾巴的另一端蹬顶 锯成一个个黑色尾球 再从顶端滚下去 有一些被大火吞没了 但大部分借着冲力滚过了火沟 抵达对岸 在穿越烈火的过程中 这些蚁球的外层都被烧焦了 但那无数只蚂蚁 仍互相紧抓着不放 在外围形成了一层胶壳 保护了内部的蚂蚁 滚上对岸的蚁球 很快达到了上千个 随着外部胶壳裂开 球体融散成蚁群 黑压压的涌上遥控站的台阶 看到如此骇人的景象 恐龙士兵们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蚂蚁攻陷了遥控站 进入控制室 卡吉卡派遣蚂蚁技 接好了所有断线 并用翻译器 对俘获的恐龙工程师 说明情况 我是蚂蚁联邦的最高执政官 已没有时间向您说明一切 您只需要知道 如果遥控站 不能在十分钟之内 发出信号 地球将被毁灭 谁料 工程师摇摇头说 没有电了 备用的汽油发电机 也在刚刚的豪沟站中 耗光了汽油 不过附近有一个村庄 我们可以去找汽油 二十分钟就能回来 卡吉卡看向大屏幕 骑上的死亡倒计时 还剩下五分三十秒 没有时间了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蚂蚁战胜了恐龙 却失去了全世界 望着待命的大部队 卡吉卡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 所有幸存部队停令 立刻就地寻找缝隙和空洞藏身 世界末日到了 大家各自保重吧 随后对身边的乔耶说道 不是 我犯了文明史上最大的错误 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 虽然不太可能 但还是希望您 能把文明的活种保存下去 门眼乔耶同卡吉卡碰了碰触须 这是蚂蚁世界的最高利益 然后他转身混入了快速离去的遗群 留下的卡吉卡见证了世界毁灭的景象 之间一轮雪白的泰雅从地平线上迅速升起 急剧膨胀最后占据了半个天空 大地瞬间燃烧起来 反物质湮灭的海岸距这里有上千公里 冲击波要几十分钟后才能到达 但在这之前 一切都早已在烈火中解决了 这是白鹅记的最后一天 寒冬已持续了三千年 在一个稍微暖和的正午 两只蚂蚁从深深的蚁穴中爬到地面 急目望去 大地已一片白色 四周散落着巨大的骨架 两只小虫就在这硕大的骨骸旁 撩起天儿来 听说这种动物叫恐龙 蚂蚁A说 蚂蚁B复合岛 是啊 传说几千年前 蚂蚁曾和它们一起创造了辉煌的时代 恐龙没有灵巧的手 蚂蚁就为它们干戏话 蚂蚁没有活跃的思想 恐龙就想出了神奇的技术 只可惜最后爆发了战争 出现两个太阳毁灭了一切 恐龙灭绝 一部分蚂蚁钻到地下才活了下来 虽然我们活了下来 就一直在退化 不久前 蚂蚁还识字呢 那有什么不好 在这艰难时代 懂得少就舒服些 那倒是 不过会不会有那么一天 世界又温暖起来 别的动物重新建立一个神奇的时代 有可能 我觉得那种动物应该既有足够大的大脑 又有灵巧的双手 这种神奇的动物 怎么会出现呢 我告诉你吧 时间是无穷无尽的 神物都会出现